我们进行来看一下我们的专题三 叫做桥梁基础工程的施工技术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的话 在我们的17年和18年都考过案例题 尤其是我们的17年考的案例题还是比较大的 完全一道案例题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基础的具体施工技术来做了一个考察 那么在20年的时候考过一个多选 主要的那些是人工挖孔庄 所以它也是可以考察案例题的 对吧 考察案例题的话 无非就结合着具体的施工技术来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考察 可能难度会大一点 来看我们总共是有四个基础 第一个叫名挖扩大基础 这部分内容的话 在21年的时候做的变动是比较大的 然后装基础 装基础根据它的施工工艺有三个 第一个是预制的 然后就是沉入庄 然后机械挖孔 钻孔灌入庄 人工挖孔 挖孔庄的一个施工 那么在这里的话 沉入庄今年变化也是比较大 但是它的可考性感觉也不是特别的高 主要还是以钻孔灌入庄来做一个主要考察点 但是在17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考过案例题了 对吧 选择题来备考即可 或者当做某一个小问来备考即可 沉井基础可以当做案例题 地下灵墙的话稍作了解即可 好 来看我们的第一个叫名挖扩大基础 前面也提到过 名挖扩大基础又称为刚性基础 挖坑 然后气柱基础 对吧 好 那我们这个同学看挖了一个特别深的基坑 然后在里面气柱基础 然后在上面开始绑扎钢筋 制作桥墩 名挖扩大基础 主要包括第一个就是定位方样 我要确定好在哪个地方做基础 然后基坑开挖 在开挖的同时 如果有地下水的话 我们要边开挖边做好基坑的排水 当然有的时候是先去排水 再去做开挖 然后挖到实际标高以后 你看背景呢 我要在这个基底呢 气柱基础 希望这个基底呢 有足够的承载力 对吧 那要对基底呢 做处理 之后呢 就开始气柱或胶筑这个基础的结构 好 来看第一个 那么在基坑呢 在施工前要对周围呢 做相关的检测 看一下水文 看一下地质 看一下地下管线等等 然后呢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因为呢 我们是要去往下挖空啊 如果这个空比较浅的话 这个呢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不怕它做坍塌 但是如果说挖的比较深的话 那这个空比呢 可能会发生坍塌 那我们要采取相关的防护措施 啊 当我们这个深度呢 比较小 且呢 空比的土层比较稳定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放坡开挖就行了 但是如果土层呢 不易稳定 且有地下水影响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一下 在开挖的时候呢 应当对空比呢 做相关的支护 好 在基坑开挖的时候呢 根据它的等级和规模 对它的受力 变形 稳定性 和空外的建筑物 构筑物 以及地下管线的位移变形呢 要进行一个监测 你想我在开挖呀 对吧 它可能会受力 可能会发生变形 以及失稳 对我们周围呢 也是有构筑物的 可能也会发生相关的变形 等等 要做好相关的监测 在开挖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我们是有企图的 要妥善处理 不得堵塞河道 影响泄洪 并且污染环境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开挖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啊 其实呢 它是一个冷台的状态 当然是倒过来 对吧 底部呢 小 上面大 啊 总体来说啊 它是一个冷台的特点 那我们就考试的时候呢 可能会考 对吧 我的开挖量 到底是多少呀 那好 那你要注意了啊 首先的话 它可能呢 这个冷台呢 上底和下底呢 它都是正方形 也可能上底和下底呢 属于啊 长方形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按照长方形来记就行了 就认为呢 A和B呢 是不相同的 好 那个A和B呢 代表的是下底的边长 啊 可能一个是长 一个是宽 A1和B1呢 代表的是上底的边长 那这个H呢 就代表的是 两个底中间的 这一个距离 这个高 好 那个体积怎么求 就是开挖量怎么求啊 六分之H 啊 好了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呢 就是上底的面积 怎么办 长乘以宽 A1乘B1 下底的面积 AB 长乘以宽 对吧 就是AB 加上A1乘以B1 之后呢 就是用上底的宽 加下底的宽 上底的长 加下底的长 再做一个相乘 那这样呢 就求上了 哎 我们的一个开挖的量 啊 A加A1乘以B加B1 其实呢 就是吧 它有一定的开方 对吧 有人说老师 还有一个三分之几的 三分之几的话 那个呢 仅限于什么呀 仅限于是一个正方形 那我们这个呢 是比较通用的 所以呢 就记这个就行了啊 记这个就行了 好 要对周围呢 设置上维艳 对吧 把水跟这个机坑呢 隔离开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那么这个呢 水的流向 然后呢 在周围呢 设置上维艳 我们在这里边呢 进行一个机坑的开挖 就像我们这个的话 你看水 对吧 哎 做了一个隔离 防止水呢 对这个机坑呢 造成一个影响 啊 那我们有这么一些维艳 有什么 有土维艳 有土袋维艳 有竹龙木龙和千丝龙维艳 有钢龙维艳 有磨带的维艳 好 这一下他们各自的适用范围就行了啊 如果是土维艳的话 主要用在水深呢 在1.5米以内的 土带呢 就是3米以内的啊 竹龙木龙钢 千丝龙的话呢 就是水深在4米以内 如果超过4米的话 用的是钢龙维艳 那在5米的时候 用的是磨带维艳 这个呢 是做了一个补充 你可以看一下 你不排除 毕竟这个地方 今年变化比较大 对吧 但是这个点呢 教材呢 又没有斜 所以呢 你不排除 命题老师呢 他会真的这个地方做一个考察 说 在施工的时候呢 有这么一些维艳 问你呢 施工单位呢 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维艳 你要看一下 对吧 他的一个水深到底是多少 根据这个水深来选择具体的维艳 具体的维艳 好 但是呢 也要保证维艳的顶部 要高于啊 这个施工水位至少呢 是0.5到0.7米 防止呢 对我们的施工带来影响啊 当然包括浪高 包括浪高 好 之后呢 就开始进行开挖了 开挖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啊 在坑的边缘不小于1米处设置相关的护栏啊 悬挂是安全网 再设置警示标志 对吧 我在这里呢 有一个机坑 然后上面呢 是坑 往外走1米啊 在这里呢 哎 布设上一些防护栏杆 然后呢 悬挂警示标志 夜间呢 会有一些警示灯 比如说红色的 提醒你 不要再往前走了 再往前走就掉到空里去了 那么在机坑开挖的时候呢 应当在机坑的边缘和贺载之间呢 设置互道 对吧 就这个地方 你想想 如果说我们这个贺载直接在这个地方的话 会对这个空壁呢 造成影响 所以呢 这个贺载呢 应当距离这个空壁呢 有一段距离 这个呢 就叫做一个什么 互道啊 如果机坑深度小于等于4米的时候呢 互道的宽度应当不小于啊 1米啊 这个互道呢 大于等于1米啊 如果大于4米的时候呢 应当适当的进行加宽 那就要加多宽呀 咱们就不用管了 对吧 但是咱们要知道 至少呢 这个互道应当是1米的一个宽度 好 我们在开挖的时候呢 一般选择枯水或少于季节 对吧 总而指呢 这个水呢 对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而且开挖呢 应当是连续进行的 对于我们说 有之后的机坑呢 要采取防碰胀措施 在开挖的时候 如果说排水困难 那我们就不排水了 对吧 直接呢 在水下呢 进行挖机 当然要注意一下 保持呢 机坑中原有水味的高层 就是说呢 我们要保证呢 它在机坑里边 原有水味的高层 干什么呀 背景有水呀 内外净水压力平衡 防止呢 这个空壁呢 出现坍塌 第三句话呢 当做案例题来记忆 我们能不能一次性 挖到设计标高呀 不能 为了防止超挖 一般呢 我们说 用机器呢 挖到机底前 预留一定的厚度 然后呢 再有人工呢 挖到设计高层 所以呢 它有考试这样考 说 为了保证呢 设计标高 一次性挖到 底儿 不行 对吧 用的是什么呀 先保留一定的厚度 再不开挖 再用人工的来挖 如果超挖的话 应当将松动的部分呢 来做清除 并对机底呢 进行处理 加固嘛 机空开挖 到施工完成之后呢 不得长时间暴露 被水浸泡或被扰动 你想挖好了以后 对吧 这个机底呢 就暴露在空气中了 那这样的话 水分呢 会中发 或呢 被水呢 浸泡 会导致到这个机底呢 松软 没有足够的承载力 所以说 开挖好了以后呢 要及时呢 施做电层 来做一个封闭 防止带来不利的影响 或者直接去交注基础 防止带来不利的影响 好 再来看 那不需要去做知户的坑壁 就像我们这几个图 对吧 直接呢 来开挖 不需要呢 去做知户 当然有垂直向下挖的 当然如果再深的话 你如果垂直的话 容易发生坍塌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去放坡 当然我们说 放的坡度越大 肯定越稳定 但是 我的开挖量 也就比较大了 我的回填量 也就比较大了 那要选择一个 合适的开挖的坡度 或者说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 分级放坡 你看 分级放坡 所以呢 在坡和坡中间 有这么一个 边坡的平台 一般的话 就是在干河 无水的河滩 或者说是河沟中 或者虽然说有水 但是能够排除 或者说是渗透量比较小 不影响我们空壁 稳定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呢 不用去做知户 对吧 只这样开挖就行了 那开挖的时候呢 为了防止这个空壁呢 发生坍塌 我们要放坡 这个放坡呢 要取决什么因素啊 取决地质条件 机空的深度和施工的方法 三个因素来确定啊 地质条件 机空的深度和施工方法 那一般的这个坡度呢 是按照以下来走的啊 坡定呢 如果没有贺载 我们怎么去放坡啊 如果有静载的话 我们如何去放坡 如果说有洞载的话 如何去放坡 那么这个表格的话 需不需要记忆也不需要 但是你需要能够识别出来 对吧 那可能让你去算什么呀 来给他 你现在要搞清楚这个坡是怎么来的啊 好 那么这是一个坡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坡度 对吧 坡顶向下画垂线 坡顶向后画水平线 对吧 他们在这有个焦点 是个直角 对吧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H 这个地方呢是长度是L 因为H比上L 就是一比上某一个坡度 啊 H比L 所以呢 他如果说给你一个这个坡度的话 然后呢 让你求 或者说让你求它的高度啦 或者让你求它的水平通用长度啦 你能够给它算出来 啊 同时那比如说 那给你这个表格 他不会简单的给你的 他会这样来说啊 给你一个坡 对吧 然后呢 问你啊 这里呢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施工变道 干什么 走车的 走车的话属于什么仔啊 属于洞仔 所以呢 你就要在这个表格里边呢 来选择相关的坡度 对吧 然后呢 又告诉你 我这个地方呢 我的地质什么呀 是沙利土 还是利利土 还是软盐 等等 你能够给它判断出来 是这样的 你能够去通过案例背景 能够判断出来 我到底要考的是哪一个 啊 所以呢 不需要你记 你记不住啊 那这呢 一般出来的时候 就给你一个表格 对吧 能够给它判断出来 能够给它做一个计算 当然 我们如何选择这几个数据啊 根据地质条件 激空的深度和施工的方法呢 来做一个判定 好 那什么情况下 需要进行一个知户呀 哎 就说激空呢 如果说埋子比较浅 渗水量不大 我们可以用什么 竹排 木板 混凝土 什么钢板来知户 如果说 小一等于四米 渗水量不大 那用什么 用的是 曹钢 形钢 或公子 H形钢 或公子钢的来知户 地下水比较高 激空深度 大于四米的时候 用的是锁口钢板装 或锁口钢管装 进行知户 等等 那来看 那如果说受力比较大的时候呢 要加设临时支撑 就像我们这个图 对吧 你看用的是锁口的钢板装 然后呢 它受力比较大的时候呢 你往这走 我往这走 所以那中间呢 我们有临时的支撑 临时支撑 来保证到它的一个稳定 好 再来看一下 我们同时呢 也可以用喷射混凝土 毛杆喷射混凝土 用力毛锁和土钉织固 不懂方式进行加固 那如果说激空深度 开挖小于十米 较完整的中风化基岩呢 那么可以直接的去喷射混凝土 来做加固就行了 那有的时候呢 需要用到毛杆 或者土钉来做支撑 那这里呢 稍微做一下了解 那毛杆和土钉支撑呢 区别是什么呀 对不对 土钉呢 它是一个被动防护的 说如果说 就是说它土发生变形的时候呢 它才会受力 而对我们这个毛杆呢 它是在正式施工 在受力之前呢 我已经对它进行这个施加用力 它是一个主动的受力 来抵抗这个土钉的变形 同时这个土钉呢 它是全长受力的 而我们这个毛杆呢 它只是在端部这个地方呢 才受力 所以呢 它们在施工之前呢 要进行一个什么 抗拔力的验证实验 孔生小于等于三米的时候呢 用的是先筑浆 后插入毛杆 那这样的话阻力比较小 可以直接插进去 但是如果孔生大于三米呢 如果说你先把浆液装倒进去 再去插毛杆的话 那阻力就很大了 所以呢 是先插入毛杆 后筑浆 小于等于三米啊 先筑浆 后插杆 大于三米的时候 先插杆 后筑浆 啊就是说我们说打上这个 钻上孔 然后放上毛杆 对吧 好了 之后呢 插入导管 开始进行筑浆 边筑浆 边往外拔管 所以呢用的是 孔底筑浆 这样的话 在这里筑浆 对吧 筑浆管呢 用到距离孔的底部呢 是50到100毫米 并随着浆液的注入呢 逐渐拔出 筑浆的压力不小于0.2兆帕 如果用土钉之户加固的时候呢 要设置专项施工方案 和施工监控方案 不论是什么加固方式 一定要逐从开挖 逐从加固 如果说有渗水点的话 一定要设置导管呢 来进行一个排水 好 那么在开挖的时候呢 如果有地下水 我要把地下水呢 给它排走 对吧 好 第一个呢 叫挤水坑排水 就每挖一层 在四周底部呢 设置排水沟 然后呢 在几个角落 设置什么 设置挤水井 对吧 水呢 流到这个井里边 我们用水泵呢 把水给它抽走 对吧 每挖一层 在四周呢 就设置排水沟 在某一个位置上 设置挤水井 用水泵呢 把水给它抽走 但是要注意一下 严重流沙现象的话 是不能用这个挤水名排的 为什么呀 如果有流沙的话 当你把水排走了以后 我们这个坑壁呢 它是也会失水的 失水了 毕竟是流沙呀 你想想 沙漠 这个沙 如果没有水了 流动性很强 那会发生坑壁的坍塌 所以严重流沙现象 是不能用挤水坑排水的 所以我们又来了第二个 第二个呢 叫做井点降水 一般用什么 粉沙啦 细沙啦 地下水比较高 有虫压水 挖身 挖机较深 空壁不稳定 而且在无沙的黏土中 是不易使用的 我们来看 先看这个图 那么在这里的话 首先我们沿着 未来要开挖的这个机空呢 打入上面这么一圈 什么呀 井点管 这个二 二的话在那 这一根根的井点管 就这些 对吧 然后呢 井点管外面呢 再布设上这么一个什么呀 竹管 通过软管 将这个井点管和这个竹管呢 连接到一块 之后呢 用抽水设备呢 向外进行一个抽水 是吧 这是井点降水 那如果说属于无沙的粘制土呢 他会把这个井点管的端部呢 给他 哎堵住 所以呢 他是不是适合用无沙的粘制土 那要保证呢 这个降水线呢 一定在什么 设计高层以下 至少0.5米 你看 这个呢 就是我们未来呢 开挖的深度 对吧 你要把这个地下室呢 降到什么 降到距离这个空底呢 至少0.5米 啊 距离它至少0.5米 啊 用做好呢 沉降及边坡为监测 啊 保证呢 周围的构筑的一个安全 你看这是向上实际图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井点管 这是软管 这是我们的竹管 那把它们连接一块 用抽水设备呢 来抽水就消 好 再来看第三个叫 止水帷幕法防渗 啊 就是说如果说渗透性比较大 挖掘比较深的机空呢 用的是帷幕法 比如说 哎 用的硅化法 我们的硅酸钠啊 打入到这个土体里边呢 进行一个 那个用结 啊 深层搅拌桩隔水墙 压力筑浆 高压喷射筑浆 以及人工冻结帷幕 形成这么一个密闭的空间 就像我们这个图 其实还是一样的啊 说呢 在这个开挖的机空呢 周围呢 我们进行一个人工的封闭 封闭完了以后呢 这样的话 跟周围呢 是不是做隔离了 所以呢 你中间的话 还可以用挤水名牌 或者说是我们的井点降水 来进入降水 只不过呢 就是因为渗透性比较大 可能会导致呢 我们的机空呢 发生坍塌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用的是帷幕呢 来做一个隔离 它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隔离啊 好 帷幕的防渗的后呢 用到满足机空的防渗要求 它用防水土工膜 在外延的铺底防渗的时候 土工膜呢 用到从微盐的外侧的水味以上铺齐 并超过眼角呢 不小于三米 土工膜之间的接头呢 用的是搭接 而且呢 上面呢 要压满不小于300毫米厚的沙土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有水的话 假设水味在这 对吧 我们是要防着它往里边渗水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外面呢 铺设这个土工膜来防渗 好 上面的话 要从什么 水味以上开始 对吧 就从水味以上开始 来开始铺 然后呢 铺到这个厌角 那超过这个厌角呢 多少啊 超过厌角 不小于啊 三米 防止往里边去渗了 同时在上面呢 铺设一个什么 不小于啊 300毫米厚的沙土袋 来压着它 压着它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好了 那之后呢 就是开挖了 开挖完了以后呢 要对这个基底呢 做处理 如果说这个基底呢 不满足要求 我们可以指定呢 换田满足要求的填料 对吧 那也可以怎么办 进行一个紧密加固 比如说进行夯实啦 比如说做装啦 哎 等等 那也可以呢 用交结土法 注入化学浆液 来进行一个加固 或者用什么 土工聚合物法 什么土工膜啦 土工织物啦 等等 来限制土体的侧向变形 增加土的周压力 有效的提高了 地基的承载力 四个方法 换田 紧密 化学和土工聚合物 好 那就是呢 对基底呢 处理的一些具体要求 如果说属于系列土 特殊土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呢 在底部呢 设置混凝土的电层 然后呢 进行基础的一个施工 对吧 那么基底处理范围呢 应当宽处基础之外呢 不小于0.5米 就说白了 我们来画一下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底啊 对吧 然后呢 正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要未来呢 气柱基础的 那也就是说呢 以基础呢 作为这个中心呢 向外呢 各多出来 0.5米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去铺设什么 哎 铺设这个电层 如果说强度比较低 稳定性比较差的 西里土 其特殊土的话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采取啊 固结或者换田等措施 也就是我们前面贴的什么 换田啦 几米啦 交接啦 或者土工 聚合物 那如果说属于强度比较高的 粗粒土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呢 把它表面呢 给它做一个平整 夯实就行了 对吧 就像我们这个图 这个图呢 是在基底呢 铺设什么 碎石的电槽 之后呢 再来看 如果说这个基底属于岩石 岩石呢 肯定呢 它一般呢 是满足要求的 对吧 好 如果说是属于风化岩石的话 你想暴露在空气中 可能它会继续风化 所以只要它满足要求 我们要尽快施工 进行封闭 防止它继续风化 那如果说属于坚硬的倾斜岩石 那你需要给它凿一下 给它凿平 对吧 或者说没有办法凿平的时候呢 给它呢凿成台阶 这样呢 提高它们一个整体性 台阶的宽度不小于0.3米 那么这个呢 你会发现就是一些岩石吧 要么我凿平 要么呢 我去做台阶 对吧 如果倾斜比较大 那我给它凿成台阶 然后呢 上面呢 去弃柱基础就行了 啊 台阶的宽度不小于0.3米 啊 如果属于多年动土的话 基础呢 是不能直接置于动容土层上 而且不得跟动土呢 直接接触 如果说位于多年动土层 那要注意一下 在基底之上呢 设置隔温层或保温层 而且呢 它的铺住的宽度 应当呢 在基础的范围上 再多加1米 前面呢 是什么 前面是我们说的0.5 这里呢 是1米 啊 而且呢 是立即回田 不易间歇 如果有水的话 在机空的边缘 10米之外 设置排水沟 防止再来不利影响 如果出现溶洞的话 那记着 哎 不得堵塞溶洞的水路 啊 对于干溶洞 用什么沙粒石啦 碎石啦 干气的东西 做一下回田 啊 那如果这个溶洞比较大呢 回田有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做的是装机出 就不用回田 打装就行了 啊 打装 啊 装机的设置 要履行设计变工手续 啊 由设计单位呢 进行设计 好 再来看基地检测 啊 检测什么呀 好 内容 一个案例的问答题 第一个呢 就是位置 对吧 位置是否正确 尺寸和基地的高层 其次呢 就是什么 它的一个承载力 是否能够要求 地质情况和承载力 之后呢 基地的处理和排水情况 是否能够要求 最后还有什么 施工记录 及有关资料 前三个呢 重点要注意 第一个是位置 尺寸 对吧 和高层 第二个呢 地基寸展力 第三个呢 基地的处理和排水情况 啊 最后呢 就相关的资料 那怎么去做检测呀 如果是小乔寒的话 直接用直观法 或者触碳的方式 来做检测 我们的触碳呢 有两种 一个是净力触碳 一个呢 是动力触碳 对吧 那一般呢 在施工现场的话 用的是动力触碳 净力的话 都是设计单位去做的 好 就是把我们这个碳头呢 打入到这个图体 你往下走 那肯定是有阻力吧 根据这个不同的阻力 来判断 我们这个图的性质 对吧 进行力学性能的分析 那如果说 对于我们的大中桥 或者说地质比较复杂的话 一般呢 我们选择的是触碳 或者说是钻碳 那么钻碳的话 你就挖嘛 对吧 挖的话 至少呢 是四米 好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说击空 在喀挖的时候 可能发生 空壁的一个坍塌 为什么呀 哎 深度过大 坡度呢 比较陡 那对于师徒而言呢 坡度陡于天然坡度 啊 地下水位以下的都啊 没有采取加固措施 没有排水设施 气土位置太近 压力过大 啊 有水 延续时间过长 还有什么 震动比较大 都会导致我们击空的发生 边坡的失文 所以到一般的意思 要在开挖之前 做好排水系统 得有互坡 互盗 对吧 远离我们这个击空的四周 至少呢 是一米 啊 开挖不同土层 一定要怎么办 分层而议 试情况留平台 就在挖的时候 对吧 可能呢 不同的坡度 中间呢 要留平台 边坡平台 随时观察 有没有裂缝 有没有松散现象 如果有变化的话 即使增加之后 自开挖到完成 一定要连续进行 不可中坡 延续太长 严格的规范图纸来施工 啊 这就是质量控制点了 那保证什么呀 地基呢 有足够的承载力 对吧 如果有松散层的话 要及时处理啊 及时浇注电层混凝土 防止水分蒸发过快 减少它的暴露时间 及时做电层 那然后呢 就是气柱基础了 基础呢 一般呢 属于大体的混凝土 所以呢 要做施工裂缝的一个控制 这是它的质量控制关键点 地基承载力啊 松散层啊 电层的胶注 以及大体的混凝土裂缝 然后呢 就实测项目 稍微的看一下 只要属于混凝土结构 那都要去做混凝土的强度 最后呢 就是一些安全风险控制措施了 机空呢 周围如果有管线 如果有建筑和购注的时候呢 要做好相关的保护措施 啊 如果有裂缝坍塌 泳水泳沙的时候呢 应当立即停止施工 撤离到危险区 确保安全以后呢 方可恢复施工 如果说有电力架空线的时候呢 应当设置转监护 上面有电线 如果机械一过去 没注意的话 会把电线给扯断 啊 人工轻机的时候呢 挖掘机呢 要能停止运转 防止造成人员的伤亡 而且呢 挖掘机指挥人员 经过同意以后进行 严禁在挖掘机 回转范围里边进行作业 防止呢 它在施工 对吧 来导致呢 你受到了伤害 而且呢 要设置安全梯 或者土坡道 来进行一个攀登 你看 这里呢 有梯子 对吧 有坡道 方便人员的上下 啊 周围呢 有防护栏杆 你看有防护栏杆 防止有人掉下去 摔死 或者摔伤 啊 那这样的话 内容呢 我们就说完了 来看一下几道题目 如果有严重流沙现象 流沙的话 那就不能用什么 不能用挤水坑了 对吧 我们的帷目法呢 它是结水 是防渗的 真正排水 就俩 要么是井点降水 要么是挤水坑 所以呢 用的是井点降水 帷目法的话 它什么 它是防渗的 啊 答案呢 选的是A 好 下个设法中错误的是 在四周呢 设置节水沟 为了防止超挖 应当一次性挖到设计高峰 不对 怎么 保留部分图体 暂不开发 用人工的来开发 啊 边坡坡度分层而已 视情况留平台 啊 连续施工 直至基础完成 防止暴露时间过长 所以答案选的是B选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